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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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香港半岛酒店收入下跌了四成半 单计第四季香港半岛酒店出租率达到39% 按年恢复增长 平均房租2975元 按季就升了百分之一 集团已经向香港 上海和北京半岛酒店商场个别租户减租 预期今年会继续出现营运亏损 未来两年 伦敦等新项目合共是要58亿元的资金投入 但强调有充装的现金换充 香港豪宅的租资金需求也稳定 公开招股已经截止认构的内地科网公司百度 据报将会以每股252元去定价 另外 长和持股的和黄医药也说 正在审视在香港或上海上市 来港第二上市的百度公开销股已经截止认构 IFR引述消息说百度将会以每股252元定价 以每股美国传托股份兑换百股普通股计算 定价将会给星期二美股收市价折让2.7% 公司发行9500万股 集资超过239亿 预计下星期二挂牌 前年因为市场波动 推迟来港上市的和黄医药 早前市传正是考虑最快今年上半年重启来港上市 管理层澄清 仍然正是评估香港和上海等证券市场的情况 未有具体上市方案 并且同时评估香港和黄医药 上年亏损扩大 管理层预计未来两年都未能扭予 新股熱潮未完 騰訊和阿里巴巴有份投資的內地短片網站不理不理 也都已經通過港交所嘗試聆訊 外電早前報道公司集資30億美元 最快下星期起招股 無線電視李希同報道 若明生物收購美國藥廠輝瑞在杭州的生產基地 但沒有披露作價 只是預計交易在上半年完成 基地的面積5萬平方米 大約3年之前開始投產 生產線當中一條是生物藥原液 另外兩條是製劑 公司表明全球生物的製劑產能短缺 收購有助迅速提升產能 滿足到商業化生產服務的需求 擴大全球生產版圖 看完美元的最新匯價 日元賣出價109.14 英鎊1.3915 瑞士法郎0.9258 歐元1.1908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歡迎收得獲心公樂 網返A股 今天的走勢都比較反覆 而且走勢比較分歧 上陣輕微打開後 早段開始不久已跌36點 低位見過3410點的位置 3400邊緣位置見少少支持 曾經倒升到3454點 但也見3450附近有少少阻力 最終收市都要微微向下 偏遠跌0.03% 在3445點位置 農業股升勢比較靠前 電力股、保險股和碳中和概念 今天都有所回套 看深圳和創業板指數 早段齊齊跌幅超過1% 不過在晶片股、科技股的帶動下 午後都做好一點 創業板也升穿2700點大關 最終收市 齊齊升到1.2% 但兩市成家方面 繼續比較偏弱 加起來是71808億多 後市的方向如何判斷 我們請教嘉賓有曾榮煙先生 曾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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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證兩天在3450的附近 都不太衝得穿 後市的動力是否有限呢 就算是這些穩定在現水平的話 整交易都是這麼淡 剩7000多億 是不是都比較難升呢 其實看上證指數都是 受過限於近期一個市場 很謹慎的心態 其實在3400點這個位置附近的話 也都是徘徊了好幾個交易日 可能整體的中樞 都還未能夠突破到之前3500 還有一些整數關口的位置 成交的一個還是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可能市場的指數上來說 可能保持一個相對弱勢 都是看得謹慎一點 去到3350到3450這個區間附近 會有一個看足底的過程 都要再觀望 給點時間市場找回底部 暫時來說上證偏遠一點來收市 個別股份方面請教一下增生 見回中興通訊 去年業績出了要少賺1.7% 比市場預期要差一點 但是公告說是今年的第一季 有營起的惡電最少是多賺1倍 多間大行都看好未來的增長勢頭可以持續 目前市盈率也偏低 今天H股齊齊做好了 A股升到大約7%收市 港股現在仍在升大約8% 如何判斷前景和美國制裁那方面的影響 又消化了沒有 之前看回來說 中興的一個事件的影響因素 對股價影響的波動是比較大一些 但是看回由之前去年的高位 叫做五十多元跌到回到三十多的附近 甚至跌穿三十多的關口位 其實都已經是反映了很多一些不利的因素 看回今年一季報的一個業績的一個移增的話 五株方面的一個通訊都仍是會 雙榮一個加速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後市其實都仍是可以稍為看得樂觀一些的 其實在三十元附近的這些位置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去保持一個值得的關注 那如果要A股為例呢 現在就三十元哪個位置呢 上網的空間黃度多少錢呢 其實向上看的話 空間可能都是會暫時先看回 但之前的兩次的一個高位呢 大概是三十七到三十八 這個區間限量左右都可以再看一看 好 暫時都大約有兩成的水位 給大家來參考一下 A股今天收市升到大約百分之七 轉個話題 看看碳中和概念的股份 就是一些鋼材股 一來就有些勸商都分析 鋼材的需求大 複存就反而開始下降 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 產能周期就基本結束 產能就不再是鋼鐵盈利之傷 產業的格局都會向好 龍頭的耳鑑能力就會有提升 不過今天部分鋼鐵股都有一些要回吐的壓力 後市方面有沒有信心 是不是都趁低可以吸納的股份 看回整體鋼鐵股來說 亦都受這個碳中和的背景之下的話 其實這個產能是一個下降的話 其實亦都是一個情況在這裏 但是看回整體鋼鐵股的股價表現近期 已經叫做增加一個比較高的一個幅度 短期可能會有些調整的 如果是看好鋼鐵股的話 相對行業來說的話 都要看低位才去補局 或者關注 長遠來看的話 鋼鐵的相關行業板塊 還是值得保持一個關注 A股鋼鐵股片 原來港股方面 馬鋼、安鋼、重慶鋼鐵 現在都是跌超過2% 多謝曾先生幫我們的分析 節目時間都到這裏 休息一會 一字記之約就是等字 等美國聯儲局意識的結果 港股今早就跌過247點 28,700有成節 然後跌過200多點後 後面咬腰升超過150點 高低位上午做了 下午個別科技股售壓 恆指又被拖低了 最新未跌1點 總成家達到1,200多億 這次看看恆生科技指數最新走勢 8,558點 升了27點 其實升幅很小 0.3% 看看會有港股 新經濟股都上榜了 排第一位騰訊 股價跌5.5 小米反覆靠穩 剛剛跳跳沒有起跌 26.3 美團跌5.4 阿里巴巴升了過8 反而阿里巴巴略為升多了 當然升幅其實不大 盈富基金升了2個先 做29.28 看看其他幾隻 中國平安跌了過二 快手升8元 保利協議跌了1.5元 跌幅超過半成 中芯國際升超過1% 做26.45元 下午中芯豪那些 友邦98.1元 升6.5元 其他活躍股份都值得大家看看 包括主要藍籌內汇豐授押 其他都是中移動 暫時最好53.7元 這時候我們藍籌榜 要和大家再檢驗一下 如果從這個角度 最差藍籌有些什麼呢 第一就是石油類股份 今早已提過了 油價回軟 中石化跌幅超過2% 中海油螢光幕最後的行業 跌幅都要求近1% 其他來說包括信譽光學 股價跌幅連同龍戶 都是超過2% 龍戶就是藍籌新貴 當然入了藍籌之後 它的走勢都沒有太大表現 反而它今天的行家 很多隻藍籌 很多隻內房類股份 走勢有些突破 譬如今早提過884 即旭暉那些 反而創過超過引擎高位 龍戶就跟不上了 美團、萬洲、一堆都不同 新經濟股也有 舊經濟股也有 都是上了藍籌的跌幅榜 這時候我們看完跌幅榜之後 看一些手機股 既然信譽都上榜 A股上市的歐飛光 退出了蘋果的產業鏈 市場衝憬 會否高位電子可以多拿生意 股價做好 股價在整版裏最突出 盈光幕第四隻 高位電子最新升超過一成 當然信譽可以補充 今天收市之後會派成績表 有報道提到 它的客戶之一三星 今年可能會停產Note的系列 不知是否這樣 股價就受到影響 這次看看汽車經銷股 今天基本上差不多全線做好 盈光幕有三隻 包括永達汽車 潤東汽車和美東汽車 股價升幅超過一成 商務部有個數據 就說去年內地汽車後的市場 消費規模超過一萬億人民幣 汽車後市場 即是買一部車之後 有些售後服務的意思 這些股份是經銷股 它都包含這些服務 股價就受惠 永達有業績 去年順利增長超過一成 其實不是單止今天升一成三 連續七日上升 累計升風已經超過三成 說到永達汽車 多間大行調升目標價 高盛就說看好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改善 簡單來說 就說財政上是有改善 目標價最新調高去到看十九元 確信買入的評級 瑞銀形容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加上保馬和保時捷 這些新車的毛利率高 管理層都預計正面趨勢今年可以持續 瑞銀也有看法 說上一季純利創新高 而且包括佣金的毛利率改善了 估計今季的純利 今年的純利是可以有三成三增長 都是比跑贏大使正面的評級 今次看看恆大物業 有數公佈了 全年順利超過二十六億人民幣 按年增長1.8倍 當中收入按年升四成三 不派沒其升 看期內物業管理服務的收入增長三成七 社區增值服務的收入增長1.2倍 今天恆大物業 股價後來行不行 我們都看到有些反覆 最新倒跌了超過百分之二 做近十五個九毫六 今早跟大家看過 即是高漢 但後來就有獲利回徒 世貿服務就是連升六日 之前都是派了成績表 六日之間 累計升了大概三成左右 最新來說 在營國幕最後一隻升幅6%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收看 宗主席的失業率等負面因素影響 買家出席率大約五成 估計即日可以賣出大約三十至四十貨 以兩房戶為主的單位 項目在五日內合共銷售237貨 佔發售單位超過七成 而2月份的銀行轉案登記量較去年同期是減了三成七 中原案件就表示 2月份的銀行轉案登記 一共錄得大約一千一百宗 案月就升了4.5% 不過仍然比去年同期減少三十七 有分析就說 雖然銀行的留案取態轉為積極 但不少銀行提供轉案的優惠 仍然是超過新造案揭 令轉案的誘因偏弱 不過由於拆息在去年11月起都有明顯倍落 令到Each案息持續低過1.5% 加上始終有部份的銀行都增加轉案的優惠 因此轉案貸款的量由低位輕微到回升 今天邀請來中原的吳錦基 談談樓市的後市 Stanley 你好 你好 樓市的氣氛都不錯 當中將軍路 今個月暫時二手成交就二百四十多宗 價格的同期都有升了三成 為何將軍路二手成交特別受歡迎 比其他區系升得快 我想幾個原因 最主要來說 將軍路本身的樓齡比較新 由新樓到二十年樓齡都有 繼而知樓價 樓價適合一般新婚 或者一些中產換樓客 容易上車或換樓 再者來說 將軍路內的區內設施 日趨成熟 加上將軍路南田隧道會在2022年至2023年 就會通車 變成交通可以進一步的舒緩改善 那是否區內客比較多 當中投資客多還是自己需求客比較多 如果你說區內客 我們一般來說是用家為主 大概八成左右都是用家多 近來多了一些投資者 套了股票換到樓市 做一個長線的投資 二手屋軟方面 新都城、維景灣伴和張光澳中心的成交量 比供應量較多的日出康城為之多 買家是否考慮交通或配套更方便 多於樓齡是否真是新席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本身入面的日出康城 由一期至三期都是以大單位為主 所以成交量會稍順於其他外面的站的不同屋縣 再者來說 如果我們找新一點 譬如是第四期的進海 或是第五期的馬尼布 兩房單位的價錢差不多到900萬 400多呎實用 開房式廚房 相對如果我們去到頭站 條緊令站的維捲灣伴 兩房單位緊廚400多呎實用 但因為它沒有露台 所以室內的可用面積大了 都是900萬左右 雖然樓齡比較久 20年左右 所以有些客人會退出來 在條緊令站都會考慮 二手屋卷方面 其實赤價普遍都按月有得升 大約1.4%至4.5% 這些屋卷其實現在的議價空間還有多少 其實如果現在因為疫情開始慢慢緩和 還有我們開始打疫苗針 那些買家、營業主來說 都會覺得接下來比較改善的空間多了 那麼議價幅度就會降低了 現在大約一般來說是0至2% 當中旺市中二手成交增加 部分屋卷尺價的範圍要下跌 例如有屋卷譬如都會站、天進三、新保城 又會有這些現象的出現 其實最主要來說 因為平均尺價來說 是說它的戶型問題 好像都會站為例 是,在一月份做了很多大單位 以及一些很優質的單位 所以平均尺價上升到1萬6千多元呎 剛剛近來由2月和3月來講 都是轉為一些普通的開陽景的單位 所以平均尺價就會降低了一點 主要原因是這個問題 根據你們介紹 其實部分的單位都出現排隊看樓的情況 有13台客人去排 是不是都反映買家的入市心態相當積極呢 其實這一盤這麼受歡迎 又有什麼特點呢 其實來說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用家為主 很多客人有肝性需求出現 看到疫情逐步改善 客人也會出來排隊看樓 因為我們盤源越來越少 因為始終可能香港的供應率比較少 以及我們本身的盤源都比較少 二手成交增加,業主的心態又如何呢 現在會不會出現很多是反價封盤的情況 其實如現在來說 反價封盤,反價就比較少 環境因素影響,因為失業率也比較高一點 反價幅度就不是太大或太多 反而封盤的機會率會高一點 因為很多業主在放盤時 就沒有考慮到換樓的情況 可能沒有看到現實的情況不同了 所以變成而言,他們那個去到埋去 給到票去,他們可能會縮沙 變成封盤,因為不能換到三房單位 減價盤持續減少,部份也是封盤 短期將軍內的成交量會否因而下跌呢 我看現在的走勢都是平穩的 加上馬尼布由這個月開始 逐步SSD完成了 變成成交量我相信都會平穩向上 好,謝謝Stanley的分析 節目時間夠,我們休息一會 政府在最新一份預算案提出要研究 增加猜響到底實際的影響會是怎樣 今集明人留言就請了經濟學者 徐家健來說,你好,Kevin 是,Niton你好 政府就提到猜響會是雷進色的增加 你覺得利弊會是怎樣 利弊首先政府要搞清楚 它更改,或者它叫優化 這個猜響制度的目的是甚麼 在預算案裡,它沒有提到 有不同的原因可能你想優化 或者改革猜響制度 它與時並進 又沒有說到現在和之前有甚麼不同 所以你說談利弊之前 你不搞清楚目標是甚麼 你都不知利之所在在哪 或者我少許分析一下 如果它是具方法改革的話 會有甚麼後果 後果就是比較客觀的 其實加稅的話 你每一個市場交易的產品 你將它加稅的話 一定它的成本會高了 這個是經濟學最基本的101 本科生都會學的 你任何物品加稅之後 消費者就要給多錢 但是供應那邊就收少錢 所以這個是定律 所以如果你加了猜響的話 物業用家一定會成本會高了 這是第一件事 另外一個方面 供應那邊 業主好 大地產商好 它們收到的錢都會少 首先會有價格上的改動 第二件事就是 你加了稅之後 量一定會少 那這個也是要留意的 所以這個客觀的分析就是這樣 最基本的 至於有多少個稅收 是住的給了 有多少會是業主給了 這就視乎所謂的需求彈性 或者是高興彈性的多少 但就很極端的例子 你才會是隨便一邊給成本 一般來說 都會是一人給一點 你又提到交易量會少了 可不可以詳細說一下 這個推論是怎樣 因為消費者 或者是用單位物業的成本高了 但是收錢的業主收的價錢低了 所以他收的價錢低了 在長遠來說 也會影響 未發展商投資的意義 他會覺得投資的房地產 但沒有以前那麼多回報 因為政府抽象 所以長遠的供應也會有影響 政府就提到 自住的人是可以獲得豐臉的 變相只是針對投資者加差響 投資者的持貨成本高了 算過數不值的話 會否拋售手上的物業 你拋售的情況也會有人接 有賣有賣 任何人買的都會給成本 所以我又不會覺得 這個分配上會有很大的影響 反而最終都是要留意 都是要沉悸說多次 就是變了兩個價格 現在都是的 但現在很低的差響 所以就不太重要 但如果它是大規模的加 尤其是預算用提到的 都是挺值得討論的 可能它說自住的話就不用 但如果是累進 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加多一點 這個是對市場的影響又會不同 變成是不是好像有一點 是針對大業主 如果你針對大業主的話 即是放租的成本高了的時候 剛才有說過 因為成本會是 業主又要承擔一些 住客又要承擔一些 那它的成本多了一點的時候 它會在投資的時候 就想 現在收租已經不是那麼理想了 其實過去的十多二十年 收租收租已經很低了 但是你從來收租在市場上的安排 這樣有的好處 如果想看足本的名人留言 留意今晚九點 無線財經資訊台的日日有樓體 來到二棟章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說 就是二九一華原啤酒 今早股價輕微高開 報五十九個一號本之後 升幅逐步是擴大的 一直到這一刻 升幅都有百分之八 一直突破過60元的水平 現在都是 去到63.6的高位 升幅都是有9%國外 現在升幅只是稍微收窄 還有63.4 亦都是去20天和100天 線臨上的 究竟有什麼消息那麼厲害 立刻請教嘉賓 有白人先生 Hello Peter 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跟他下星期一公佈業績 有沒有關係呢 我想業績那裡 其實他之前應該公司 就發了一些類似營起提示 理論上純粹靠業績 所謂有意外驚喜 作用就應該不是太大的 不過我也都知道 華遠啤酒是在內地其中一個主要品牌 在這個行業 他最近除了業績就去年 2020年 還有今年未來 他亦都有些動作 營銷 譬如是一些計劃 配合他的母公司 華遠集團 看看怎樣有些協同效應 有些各方面的配合 好啊 當然了 他一月尾的時候都發了營起 全年純粹增加至少50% 主要因為產能優化 還有員工的補償和安置費減少了 非啤酒業務的日理也增加了 但已經發了營起了 業績出來是否要驚喜 才可以給市場一定的信心呢 他都明確說起碼增長五成 如果你理論上真的出來 比如52%或者53% 其實這個應該影響不大 市場已經消化了有了預期 除非你說真的出來 比如70% 就是隨便舉個例子 那你這裡可以說 是有些少少升特了一些 就是那個經濟 你的判斷大嗎 應該機會不是太大 一般來說 雖然他當然50%是一個指引 他當然也不可能事前披露 比如是55%還是56% 但是一般來說 相差就不是太大 他給了一個大方向 也都應該可能899% 即是籠統一點來說 那就是市場已經預期了 今天來說都升接近一成 今天繼續解購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根據文大肯之前 針對著公司的營起分析 有些人覺得去年業績 都是比較差過預期的 不過前景上就是大部分都挺正面 看好的理據包括 尚恩提到要加快產品升級 提升軍價 高成都說今年相信銷量會回升 加上大和都提到了 深圳合資的項目 亦都可以提升到品牌的形象 亦都可以再一步年輕化 如果現在這樣看 不少大肯已經搶好了 逐步落實的情況 你估計會是怎樣呢 還有又是否多多少少反映在股價身上呢 其實它有利的地方 一來它本身規模大 在過去很多年經過很多的併舊 第二就是品牌有一定的影響力 都叫做所謂的大牌子 你想得到的 譬如上市的 譬如青啤 另外就燕京這些 再加上可能百威 當然是國光龍一個外面的牌子 這幾個其實在內地的中高專市場 都已經佔據了差不多八百九九 絕大部份的市場份額 還有華潤的確它的母公司集團 華潤那裡的華潤集團 譬如在分銷 因為傳統強化 它是外經商務部的起源 譬如在分銷這方面 它有一定的本事在 所以我覺得市場對它 還有一定的預期或者憧憬 好 即是看看逐步 可不可以再樂觀一點 就見到不少的大恐看好之餘 華潤啤酒本身 都是營銷自己雪花牌的啤酒 去年開始都是向著高端啤酒部門 引入喜力的品牌做合作 就見到都是開啟了高端啤酒戰力 但中共都已經說了 百威佔據了近六成的高端市場份額 近來市場份額還要繼續增加 相比之下華潤啤酒起步比較遲 高端市場的南海越來越比多少同業競爭 如果現在來說 又覺得華潤啤酒的過贏面又大不大呢 還是高盛還是比較遲呢 的確比起一些過綱龍在中高端市場 尤其高端市場比較貴的 國產的品牌稍為吃虧一些 即是它的先天優勢可能差一點點 人人也有所謂頭淡湯 那你在這裡怎樣去競爭呢 目前我相信除了華潤 包括青島、燕京等等各有各的盤算 但是應該都未找到一個很可靠的一個方案在這裡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華潤這裡始終市場覺得 它作為其中一個主要的國產品牌 依然有它一定的賣點 還有可能之前的估值當然不低 不過就在高位也都回落了少一段 也都譬如你說內需的概念 我覺得在消費品當中 啤酒也都是不少的機構投資者 可能都喜歡的其中一個版法 好啊 既然你說啤酒版法好 但都要看它們的估值 現在291說真的 那個預測市場率都已經根據ETN 去到64倍多 會不會相對貴了一些呢 還有加上競爭這些因素 又現在買不買一隻華潤啤酒號呢 你覺得它的預測市場率其實都頗高的 說真的 但是如果你說比起同業 其實一般都不低 即使有些譬如比它低一點 還有你如果它的增長因素加起來的話 假設譬如去年50%或今年平均有個預期的話 這裏應該會拉低可能去到30幾40倍 我舉個例子 顯著應該會拉低一些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始終它的日價還有一些道理 如果不是應該說股價一早 可能都站不到在這個水平 不過說真的它在高位都調整了不少 最近有一個反彈在 如果根據彭博資料 12個月平均大家分析完 不給到它的目標價也有72.33 比馬日、增持或排行大市 都佔大多數 有30間 如果現在的估值來看 就中線來講部署了 回到70多元的樓上可以不可以呢 它的確之前高位都頗高 接近80元的 現在的調整其實都 曾經50多元的搖上來 我覺得70元附近 或者68至70元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參考 換句話說 成功站上70元 或者再突破 有一定是難度的 不一定非常好快 或者很輕易的 但是短期的走勢 就略為好轉了 起碼經過今天之後 50多元重新重奪60元的大關 而且都站得穩的 當然你說它的市場率 就比同行貴 有一定的道理 但今天來講整個版本都上 跟著A壺炒上的 結果今天清碑 八威亞太升幅是4至6% 相對的估值距離又低 吸引力又行不行呢 還是首選就還啤酒呢 其實各自有少少不同的 八威那裏是國際品牌 但是它在其他市場 即是中國以外市場 譬如它都受挫 譬如去年南韓等等 跌幅比喻期中要大 那裏就變成一個區域性的 和主要以內地為主的一個區別 好啊 即是說都不同的牌子 有差異 有觀眾自己定奪一下 那個分別有多少 就叫今天 華人啤酒升幅8% 好是時候休息一下 今天節目時間了 看看恆子近尾市的表現 始終下午比較悶悶的拉鞋局面 目前跌是11點左右 落到29,019點 總成交是1,352億 只是看成交 Peter都覺得好像感覺到 很嬸神的情況 因為就剩下來了 還有藍籌裏面 雖然說我們今天算是跌幅收窄 曾經跌過2百多點 落到270,019點 現在重拾2萬9個關口 但是表現都幾分化 今天石油股、手機股向下 剛才提到啤酒股 內需股就靠近 還有一個動力就是來自內銀和中移動 似乎這些資金 是不是都慢落來觀望 聯儲局的那個意識 以及對於息口的前瞻 還有A股那邊 又怕內地都有收取行動 如果你說聯儲局那邊 其實市場普遍預期都是按兵不動 這個基準利率 有排都應該都不會動 但是始終就很多的資金 就是說會想聽一下 它到底有些什麼所謂放風 口風 或者對於這個未來的 包括通脹的預期等等 其實對上一兩次 聯儲局就比較是 所謂低調的 即是沒有特別強調 或者它也沒有被出明確預期 但是藉著這個公開市場委員會 那個會議的機會 就可能市場有些的觀望 昨天都看到 其實成交一直萎縮著 以今年的標準來說 其實千多億的成交很少 似乎今天都走不掉 都是剩下千多億的成交 也都顯示 可能大家有些所謂的忐忑 不是很掌握主義 還有內地那裏 你也剛才提及了 我覺得首先兩會結束之後 暫時缺乏了你所謂重大的 或者政策面的催化劑 還有那裏也都 就是說在政策面 可能沒有以往那裏那麼多 就是那個元素 或者那個題材 現在當然如果你說 現時正在發生的 都是不外乎業績 即是三月份傳統上 是港股業績的高峰期 不過那裏也都 起碼目前來講 未帶來任何的一個 一個刺激或驚喜 是 好啊 所以都是兩萬九拉居 沒錯 預計 就是你說爬上 譬如三萬點相信難度頗大 至於如果你說悲觀一點 向下的話 其實之前雙底 大概都是二萬八 鬆一點 即是二萬八千二 最初步的判斷就 除非你說債息的 飆升得很厲害 資息率 如果不是的話 就應該未至於殺傷力再增加 是 好啊 即是希望那些懷因素 不要太負面 是 還有 寄望今晚聯署局 究竟 鮑威爾會說些甚麼 對於通脹經濟前景 給它啟示給市場才行 今天是否恒指 跌回18點左右 好 繼續看看做會的廣股 現在最新的情況 今天騰相都回頭接近1% 小米跌回5% 美團跌回6元 阿里巴巴升4元 現在最新升2元 認賦基金升6元 繼續看第六至十位 中國平安跌幅1% 回首升幅3% 今天有些勸商暢號 目前最新增312.4元 保留協音跌幅5% 有幫保協升1.5元 中芯國際升5.5元 看看欄酬股現在的形勢 見到今天各別發展 不過變幅不算大 中夷動之三大市升超過1% 匯控偏遠南大有幫保協升1.5元 港交所升4元 至於煤氣升8元 上升11.86元 好 是時候聽聽電話 有胡先生在 黃胡先生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好 歡迎 大家想問問白先生 專家意見12601 今天這樣跌下來 又不知道好不好買 不知道買入什麼位置 或者還有目標價 請問 麻煩你 好 今天見到一個月以上低位 下山的狗 如果你說近期一點 這間內險館都一般 是很滑滑的 因為以前我們經常說內險 可能比較強勢 可能是所謂金融科技 比較先進的 那個應該是平報 其餘那些稍微是舒適少少 泰保這間其實整體邊緣不算太差 但是近期就開始轉差 可能某程度上和A股那裡也有些差勁 一浪低於一浪的 現在看暫時如果你說那個技術走勢 這個位其實都有一定的吸入力 我承認短期來說它是一個比較低的一個位置 大概33元附近或者32、33元之間 如果你說OK 我撐了一段時間 我又未有參與 我承認可以考慮的 當然這個背後就說接下來 譬如你說我相信業績應該都不是太大的因素 不過其中一個就是說 譬如內地那個金融市場 包括A股一些動向改革等等 這類應該對它有幫助 好啊 也要看看A股接下來的表現是怎樣 沒錯 今天跌幅6% 看看試一下之前的低位暫時 就大了32元附近 今天叫做脫底 看看其他保險股的情況 其實圖形都類似 泰保還有平保相對好些 所以今天來說跌幅比較多 就看到泰保多些 跌幅6% 太平 還有中國平安 跌幅也有1至2% 好 跟著聽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你好 你好 歡迎你們有怎樣幫到你 你好 我想怎樣 那個1157 中聯重科 中聯重科 我就是13個2號入 就是高追蹤 是嗎 現在應該是很酷 還是拿著呢 好啊 好啊 是啊 中聯重科那裡 其實就是近來 沒有太大的一個動向 又是之前兩會 比如有人衝警 大興土木 或者有些十四五規劃 但是說真的 中聯重科這類 比較傳統的 一些重型的建築機械 是的 還有第四季 它都升了不少 是的 它之前也累積了一定的升幅 比如說13個多 它現在上升了 那裡 那之前其實最低位 都接近10元鬆一點 現在就熬起來一點 但是我覺得 暫時來說 還未擺脫到這個 大概10元至12元之間 差不多一個區域 就是短期度 或者重奪 比如高位12、13元 就難一點了 好啊 那你會建議它 等反彈走 還是怎樣呢 我暫時觀望一下 因為我覺得 除非你說跌穿了10元 就進了一步轉差 但是估計 應該機會不大 可能還是區間少少 是的 機械股今天 炒上農業相關機械 比如一拖 跟著A股向上 但是這些 一般機械工業股 就留意著那些利用增速的狀況 業界估計 今年機械工業營收 以及利用增速 大約4% 好 跟著 看看吳小姐的電話 吳小姐你好 兩位主持人好 我想請教白生 我就是1347 行華紅 49.6買了 我想請問你兩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一個月之內 還有好不好混貨 如果可以混的 在哪個價位混呢 麻煩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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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49到幾 離開現假 說真的 不算距離很遠 未去到 你說真的 相對高最早 是相對 但是 半重傷 不是最重傷 但是當然我覺得 半導體 就是國產半導體 這個sector 這個板塊 其實概念還有 當然中心最大 華紅也不小 至於你說 剛才你明確說 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還有一個月內 有機會 有機會 但我真的 不敢預測 是否一定一個月內 我覺得 如果你說 純粹看整個板塊的形勢來講 其實你說 比如說 升到48 49元回家鄉 仍然有機 好 即是說都可以 值得等下 沒錯 繼續持有 晶片始終短權 以及中美又成立了一個委會 看看會不會有了一步協助 當然關心今個星期 究竟中美有什麼話 現在又說有些困難 今天來講 升回接近1% 繼續 有些物管股 家庭觀眾還關心時代倫理 陳先生問 9928時代倫理 現價又能買嗎 物管股 其實近來整體都熱鬧 都多一些資金的留意 輪流炒 是的 但這間 就看回股價 就比較弱小一些 即是 那個高位回落比較多 原來曾經高到13個幾 現在你看到一半都跌穿了 即是一個低位的一個形勢 當然如果你說 即是之前6元都穿了 然後搖上來 短期的走勢是OK的 即是有機會 甚至挑戰 譬如接近7元 但如果你說持久一點 我覺得 譬如7至8元這些區域 都難突破 因為暫時來說 那個所謂套牢 即是蟹貨區較深 更加沒有說那些10元以上的 是的 始終一路路滑落 明年開始見頂回落 雖然業績 又叫做交到數 都是倍增的純利 但始終市場又不是這麼buy 今天都會升到2個先 反而其他半身股 就說晚賬 或者世務服務 表現相對好些 繼續看看陳生有什麼問 他關心醫道科技 63元那時賣 又是半身股 短期可不可以回家鄉來 又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老實講比較難 這位朋友距離比較大 今天剛剛你按機 都回到40多元 離開60多元 換句話說 它要升差不多40-50%反彈 還有半身股始終難足些 即是說 它之後過度去到 半身就變了 舊少少 但譬如 往往有一段 成交各方面比較稀疏 如果沒有新的催化劑 一般是表現不太理想 不過它叫做有些SAS概念 加上一些醫療科案 可不可以幫到手呢 我覺得這方面的選擇也有些 始終都是說半身股 我覺得有時候在這裏 可能是虧了少少 好呀 即是要等新的催化劑 是 現在升幅是4% 我們去到43.8% 好 是時候說明天財經焦點 近來美國詳細遞到高企 聯絡局議席之後 對息口有啟示 明天會請來 就是去詳談和大家分析 看看行指 收市跌了10點 初步收市隔5總 成價1415億多 謝謝Peter的分析 待會回來有收市大檢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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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